完全理解刘涛凭啥能当央视的御用女主了 她演的主持人 简直就像是从演播大厅刚出来的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国泰民安脸吧 刘涛在做自己的光丽演了何欢 是一位把视野放在第一位的电视台主播 为了能够演出主持人的专业素养 刘涛还专门去找了央视的主持人学习经验 毕竟主持人是个非常专业的工作 稍微演不好可能就会给这个职业抹黑 因此刘涛从发型到仪态还有穿着 以及有些腔调的发生 只要是该注意的 她全部都学了个透彻 这才能把主持人演得那么央里央气 不得不说 演员如果演面向社会的特殊职业 就必须像刘涛这样把准备工作做好 要下苦功夫 让自己尽可能的贴近角色 不然像《我的人间烟火》里演的消防员和医生 由于电视剧里情节设置的不专业 还有角色本身的小打小闹 让那么神圣的职业都成了笑话 甚至还搞错了急救常识 根本没有把职业本身当回事 你觉得刘涛演的主持人怎么样呢 后来发现 他好像一眼活泼的人设就会翻车 但是演起青龙小白话却无人能敌 李沁最美的表情就是双眼含泪 却咬牙切齿痛恨地盯着对方 像一朵暴风骤雨中瑟瑟飘零 却坚韧的丁香 可未演苦情一点的角色是真的能让人共情 但一遇到比较活泼的人设 就会显得表演很起很重 尤其是《楚桥传》里 绅士悲惨的元臣公主 前期活泼开朗的小公主虽然可爱 但却没什么记忆点 但自从元臣遭遇不幸开始 李沁的演技突然就升了一个台阶 看着心爱的人以自己家族为敌 破碎又不可置信的眼神 被欺负侮辱时 绝望地像一朵凋零的玫瑰 决意重新站起来报复所有人后 冷漠残忍的样子 简直跟以前判若了人 相信看到这样的李沁 没有人会觉得他演技不好 你觉得李沁演的最好的角色是哪个 完全理解大人演的妲己 为啥能够口碑逆袭了 你敢信这是灵机处的人跳的钢管舞啊 这修长的四肢和无可挑剔的柔韧度 难怪周王会说妲己是祥瑞了 谁敢信那人在进封神心恋营之前 居然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 从明开始学汉语 然后舞蹈 虽然长了一张美艳的脸 但却是个十足的社恐 就连导演刚开始见到那人都有点失望 但是纳然为了抓住这个机会 就提前开始为期两年的训练 尤其是电影里那段打击 穿着红色开山线舞的戏 虽然呈现出来的只有几秒钟 但是纳然却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练习 舞蹈那场戏我练了一年多 然后但最后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从最开始的僵硬放不开 到后来变得魅惑妖娆眼中只有咒王 全部拍摄完成后 纳然本人都直接脱胎换骨了 而打击另一场重头戏 无疑是刚刚附身 从马车里爬出来的初次亮相 导演为了纳然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 甚至还签了保密协议 那就是在风神上映之前 不能有别的商业活动 更不能在公众面前露脸 纳然就这样傻乎乎的等了整整两年 才让观众有了足够的新鲜感 这一出场就惊艳了所有的人 你觉得纳然的舞蹈跳得怎么样呢